HELLO 了世紀天天弩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最近呢 HERA的影片有點多 因為他最近打的比賽實在是太好看了 一定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喬治亞人 喬治亞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開局的時候會一台免費的羅車 那這台羅車呢只能拿去探地圖 不能拿去巡洋這些動物 像冥洋之類的 那他的經濟加成呢 在城堡時代史的強化教堂 可以影響16格附近的村民 增加10%的工作效率 雖然他在跟開TC 跟開強化教堂之間 需要做一個取捨 你可能是雙TC開個強化教堂 這樣的一個節奏 對於喬治亞人的經濟來說 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加成 那喬治亞人的莫拉斯帕呢 他是近戰防御非常高的騎兵單位 而且造價便宜 但是血量有點低 但是近戰防御非常高 剛好斯拉夫人的貴族鐵鞋 也是這個近戰防御很高的 所以這個是兩邊呢 都是超坦騎兵對決 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怎麼會怎麼打 那接下來看一下斯拉夫人 那斯拉夫人呢 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農田 重田的速度是有加成的 那斯拉夫人的步兵呢 也有還有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這個王家四重 只要點完之後呢 步兵就會非常強大 那斯拉夫人的工程器呢 也是非常便宜的 有這個重頭啊 沖車奴炮 都可以用 而且造價很省 那斯拉夫人的僧侶呢 基本上也是移動速度最快的文明 所以他擁有很多特性呢 都是圍繞在這個騎兵跟步兵 還有僧侶上 還有工程器 所以本身來說 他的弓箭手會稍微弱一點 但城堡時代 要轉奴兵的話 也不是太大問題 可能是一個過渡期的一個兵種 然後中後期再繼續轉騎兵 跟步兵工程器 會更適合斯拉夫人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兩邊的一個配置 我們先看到喬治亞人是新聞名 那順便宣傳一下 最近喬治亞這個山脈王室的 這個DLC呢 也在特價當中 各位有想要購入新DLC的話 趕快到這個Steam商店頁面 趕快去看一下 有沒有自己新的文明 可以去購買一下 那喬治亞算是新文明 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他的前期的經濟配置會是如何 那由於他一開始 不用蓋這個伐木場的關係 會省下100木頭 螺車直接放到這裡 可以掀開果子 那這邊推入呢 也可以考慮推到這裡 讓模仿的人吃 如果時間不夠的話 那如果時間夠的話 還是要推到這個城鎮中心裡 那指什麼 什麼是時間不夠 什麼是時間夠呢 好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這邊趕路 找路太晚的話 你沒有辦法有足夠時間 去偵查的時候 那就建議 用這個模仿的村民 去吃掉這個路 會比較省時間 不然推到這一段路 還是需要幾秒鐘的時間 好 對於頂尖高手來說 這個偵查時間 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這邊 HERA是覺得自己的時間還夠 所以決定要推到底 好 讓自己的TC的村民 去吃掉這坨 這個鄧 鄧良嗎 鄧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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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乾 好 射掉他 先射掉他 好先把 快要湊掉的肉吃乾淨 好 補下了一個均銀 那這邊的話 沒有打極限肉嘛 這邊會稍微慢了一點 好 大概慢個 5秒到10秒鐘左右 好 那斯拉夫人這邊是 剛剛好升上去 馬方就可以下馬舟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呢 是因為HERA這邊是17人口 就點封建時代了 非常早期的一個升級配置 對他這邊會慢一點點 是正常 而且木頭也沒那麼早挖 所以稍微慢了一些些 那斯拉夫人這次點下了 一級農田 那斯拉夫人我們剛剛有講到 還有種田加成 農田會吃很快 先點一級農田 確實是好事 那這邊要先用超兵防守 洛馬先堆積一些 然後先去偵查一下 對方的一個狀況 還有地形 好 這邊想要用洛馬去騷擾嗎 當然沒有 好 看到這邊肉馬已經撐出來了 雖然HERA也點下了一級農田 準備來灑農田 第一片田也可以吃到了 那現在HERA的打法 已經比較偏向於經濟型打法了 就是 VIPER那種感覺 所以 重田流 防守反擊 還是比較適合直接選手們打法 這邊開稿型 真的成功率低 不是倒低啦 成功率會有極大的風險 有點算是賭博式的那種 如果你要打穩的話 還是要練習這個防守反擊流 會比較讓你的分數穩定上升 而不是有時候贏有時候輸 好 這種斷斷續續的 不穩定的引法 就是基本功要做得扎實 就是要練這個防守反擊 好這邊看到斯拉夫人是繼續按肉馬 好還有這邊喬治亞也是肉馬 繼續按下去了 這邊農田 四隻繼續補 好六個農田 好這邊村民宿 是已經來到了 八隻 好去挖伐木 好這邊開始圍家 好這裡趕快自己圍到底 好四隻肉馬 可以四隻肉馬 五隻對五隻 好 後方羅車補下了一台 待會要來挖金礦 兩邊都在這邊 跳恰恰 你敢上來高地嗎 不敢 那我就把你逼回去 真的換他了 安迪表示 欸這不是安迪 這個是丹尼爾 好我們來把這個丹尼爾用回去一下 好他有時候觀戰會有顯示錯誤 好那我們看到丹尼爾這邊呢 是決定29P 好這時候轉下了弓箭手 好弓箭手轉的蠻快的 好丹尼爾這邊也是非常強大的玩家 那我記得他是美國華人嗎 會講中文的美國 美國人 那他的成績也是非常不錯的 他有一些高手們的配置經濟跟觀念 他會用中文講解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不會英文的話 就想要接觸世紀帝國的一些高手們的職業選手頻道 也可以去看丹尼爾的頻道 可以受益良多 好這次八隻村民 哇這裡又來一隻九村 喔不是九村 九隻騎士 講成村民吧 好這邊弓箭手補下 打擊擊射 這裡要點品種了 對這裡要點品種才打得贏 有品種就打得贏 沒品種就下次再說 這裡要補一下一級馬鎧 這裡有兵工廠嗎 還沒有補 那應該是沒有辦法 品種一好應該就會直接上 還有九秒 好兵工廠補一下 這邊先稍微攔解一下 這位洛馬直接開打 有品種之後直接硬上 沒有要等兵工廠好了 這邊直接開打 洛馬要趕快去打後防弓箭手 弓箭手直接活了下來 加丹尼爾斯拉夫人 這邊打得非常重要 要讓洛馬自行開火 最後殘死洛馬全部活了下來 HERA這一波直接大爆血 所有的洛馬全部損失掉 好這裡點下一級馬鎧 這一波HERA衝動了 如果等這個兵工廠 一級馬鎧好的話 戰果會完全不同 畢竟丹尼爾這邊是點了一級攻 我們之前頻道也一直講 這個 近戰單位 互打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點攻擊力 先點攻擊力的話 互打的情況下 是輸的機率偏高的 原來你的近戰攻擊速度 是高於弓箭手的攻擊速度 這邊又收掉一村 完蛋囉 我們再補一個馬就 好 HERA這邊是完全被壓制住 那這裡的話 如果你是一般玩家 不太會防守 最好是補一根箭塔 在這個位置 讓對方比較好 沒那麼好打進來 但HERA他是頂尖選手 他可能覺得 對自己的防守反擊 很有自信 所以會蓋個市集嗎 蓋市集就會被騷擾到 他就會走進來 蓋個房子 好 補一下 右邊這個洞裡快被打破了 同名殘血往後拉 好53% 但被打破好像 是時間早晚的事情 HERA這邊補下了更多肉 斯拉夫人這邊準備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好 右邊的洞中人衝進來 但你敢衝嗎 你衝進來的話 就會有危險喔 好 HERA這邊抓掉了幾隻弓兵 這邊再次衝進去 HERA這邊要受到大量清洗兵加工幣的傷害 後面肉馬傷害也來到了一攻 終於提升了上去 這邊HERA跟對方對打 加上村民的傷害 應該是能打贏這波 但至少要損失非常多的村民 HERA的村民數已經死到了7村 村民差距被明顯打了出來 村民數差距目前是36村 對上39村 HERA這一波打起來是頭破血流 但村民數並沒有差距太大 主要是因為斯拉夫人經典下的城堡時代 而且城鎮中心閒置呢 是斯拉夫人來到了50秒 HERA只有34秒 所以看起來HERA好像沒有落後太多 其實她是落後非常多的一個狀況 那這邊HERA打喬治亞人落後的情況 要怎麼打斯拉夫人呢 這個要先斷兵一下 趕快升級上去會比較好 這裡斯拉夫人點下的品種 槍兵過來 這個只能回頭錯一下 回頭再錯一下 可以錯了兩槍 細節還是做得很好 好 藍尼爾這邊是繼續補下了騎士的東西 還有長槍兵 看來要走一個不騎作戰 重裝長槍兵配上騎士嗎 還是要補一個僧侶呢 斯拉夫人的身頭前壓 其實也蠻厲害的 工程器有減免 身旅還有移動速度的加成 直接省一個宗教皇樂 只要補神聖思想 塵寶斯帶出奇的 必備的兩科技喔 就已經有了 再多一點再點個救出思想 反視對方工程器 所以斯拉夫人的身頭戰術 也是不仁小觸的喔 這邊長槍兵 好長槍兵補下 這邊家裡是補下了弓箭手 唉 喬治亞打弓箭手 這個畫面有趣了 喬治亞本身 弓箭路線並不是那麼強大的 所以喬治亞人後期 要需要後遠程單位 都是轉火槍兵喔 那奴兵在城堡時代用 是沒問題喔 用時代的話還是需要轉兵的 那黑羅為什麼會轉弓箭手 應該是有看到大量的槍兵喔 要認為自己可能沒有辦法 繼續用騎士壓制對手 好這邊用肉麻先壓制回去 重裝長槍兵補下了 這個叫做槍頭生女 配騎士 城堡時代初期 這個打法是很強的 這裡要再補一個修道院嗎 好 那丹尼亞這邊不先補修道院 應該是顧慮到了 黑羅這邊的刺猴數量 還是非常的多 所以要出生女的話 要再三思考 你出了可能也沒有太大用事 因為對方一直騎士都沒有 好那你先補一些房子 並並卡人口 好 肉麻先到對手家裡看一下 有沒有動呢 看一下是尾石 重裝長槍兵 趕快來到前線 防守一下輕型頭死車 好這邊有一些輕騎兵 加上騎士已經進來了 那赫羅這邊是先決定 蓋一個強化教堂 做一個防守 好這邊補一個生女 好頭死車這裡慢慢拆除進去 還有啊這邊是轉出了馬弓 喬治亞三射箭長 轉馬弓 原來不是奴賓啊 OK喬治亞 馬弓策略 之前也有高手打過 在這個 剛出來的時候 道德他們有示範過這個 喬治亞馬弓策略 其實也蠻強的 用起來有點像是 保加利亞的馬弓打法 好這邊頭死車繼續拆 喬治亞這邊的馬弓呢 比較可惜的是沒有母子環 所以用起來呢 會比保加利亞的弓兵稍微弱一些些 OK 今天保加利亞的馬弓是有母子環 所以玩起來其實還蠻強大 喔 回頭戳一下 戳掉了一隻馬 OK這裡要趕快往後撤 繼續把這個長牆兵給射光 冰種壓制 現在斯拉夫三尾有點被反制回去了 升級已經成型 好 點掉所有的重裝長槍兵 這裡僧侶出來會有危險喔 直衝進去嗎 哎呀 踩住了 蓋不下這個房子 還是被溜了進去 好 上方的四級補下 嗚 這邊圍得很好 帶這個房子來不及 如果有圍的話會更好 所以肉馬直接往那邊衝個一波 看能不能騷擾到 丹尼爾這邊的經濟 斯拉夫這邊臭名處 現在還有56村 臭名處還是優於HERA這裡 HERA這邊一定要用騎士趕快衝個一波 盡情的干擾一下 看斯拉夫已經展出了戰毛兵 而且二級色也補下了 蛇女能點掉 沒有問題 沒有招牆 好 這邊一直點刀建築物 尷尬了 這本沒有點好 好 這一波反擊回去 哇 彈尼爾這邊守住了 如果這個洞有補起來的話 就不會被干擾這麼慘 現在村民要一直一直要拉回去 趕快去工作 好 前方的生頭戰術已經被挖掘了 不是生頭 投車戰術 那現在喬茲亞目前繼續轉馬功 那斯拉夫人遇到馬功情況 通常都是用戰毛兵 城堡實在擋下 地王實在用投石車跟奴炮 才可以好好打回去 要打這個騎士 或是大陸馬 都可以 好 這邊再拖個離村 現在HERA13TC開農 索米蘇要開始慢慢追上 索米蘇要這裡了 這裡強化教堂目前只補了一個 待會這裡可以再考慮補一個強化教堂 這裡可以來繼續撒農田 下面的農田可以吃到一點加成 好 兩隻生鋁走了出來 好 停掉了 這裡馬功14隻 騎士數量3隻 然後配上馬功 開始轉騎士了嘛 那由於現在HERA沒有石頭的關係 暫時沒有辦法蓋出城堡來 這個石頭要找個機會控制下來才行 這個石頭要來開挖了嗎 要再買個100石頭開個TC 4TC農上去 好 現在要重新集結部隊 後面勝率著想 戰毛兵 往菲拉 被搜掉了一隻 好 兩邊都在 岸邊 等待交火時機 所以也不敢 群疾妄多 那目前配兵組成來說 HERA這邊是全黃金兵種鴨子 打法很強 這邊想要直接上去點生鋁 但是殺菇人這邊騎士數量很多 而且戰毛兵數量也不少 生鋁第一時間3隻被點掉 完蛋 但是HERA這邊馬功也是損失了一些 只剩下9隻而已 好 蛋兵這邊騎士發尾 趕快往回啦 那HERA這邊是想要打一個生鋁交換嗎 讓自己可以補血 對方還要補更多生鋁才能繼續補 這波交換之後 丹尼爾還沒有到落後 甚至也還是有點誤誤開 但這裡沒有彈道血 所以戰毛兵一直打不到馬功 馬功的機動性實在是太好了 好 打到了 停下來射就會被打 好 往後拉 繼續招翔 戰毛兵往後射 想要靠近往前點的人 馬功越來越少 後面騎士在開打 這裡有一隻騎士在幫忙打戰毛兵 當然這邊馬功已經損失數量很多 騎士的部分是由斯拉夫人這邊拿下遊戲的勝利 哇 丹尼爾這波夾住夾得很好 戰毛兵的控制細節也不錯 後面這兩隻生鋁也是做到最大的事情了 控制進入了CD時間 斯拉夫人這邊村民出現在是86村 對上83村 好 這一袋頭釣一隻 繼續拉扯 好 這裡又被招翔 好 斯拉夫的勝利走勢實在太快 招翔騎士有一定的幫助 有懶心被壓在門口 騎士數量如果再不起來的話 會一直全面潰敗 趕快先把勝利解決掉 這個是會持續招翔的單位很麻煩 就馬功點掉 OK 斯拉夫人這邊繼續把兵往前來補 救兵開始有騷擾了 好 這裡可以拉幾隻騎士去打嗎 好 正面繼續夾住傷害 小斯拉這邊點下彈道學 馬功也一直在補 現在雙方打到不可開交 趕快收村 右邊被收了幾隻村民 還有啦 這裡村民被稍微殺了一些 但是村民術並沒有落後太多 好 正面往後拉 正面往繼續打 好 先拆衝車 好 斯拉夫點下了二級農田 哇 要是一般玩家遇到丹尼這種騎士加戰錨 一直往前壓 還有森林在後面招翔的這個壓制打法 應該早就有仇想 黑馬居然還夾住了 好 馬功也是繼續補的上去 好 這邊騎士高打低 稍微反擊 這邊戰錨低打高 馬功還是有點痛 哇 馬功剩下六隻 正面騎士吃量也不夠 丹尼爾這邊騎士吃量真的太多 這就是斯拉夫的種田之力嗎 肉太多了 一直出騎士 一直爽啊 太可怕了 丹尼爾這一波打得十分漂亮 超多戰寶兵 解掉了非常多的馬功喔 好 右邊有衝動車衝動在托頂 但是好像沒什麼用 這邊應該馬上就要被解掉了 好 正面的騎士又再來了 哇 十六隻 瘋狂給Hera也證明壓力啊 Hera這邊能夠擋得住嗎 這裡最好是要補一個城堡 在正面的門面了 這邊開打 騎士數量是十六隻 Hera這邊還有十隻騎士在前線扛住 後面的強化教堂 再幫忙射箭 好 這邊騎士終於突圍成功 戰毛畢竟終於被騎士貼了上去 戰毛畢竟的數量稍微下降了一些 右邊騎士再一次騷擾到Hera的村民 再來趕快收村 好 終於吃掉了一些戰毛 但家裡有點一片狼藉啊 這個衝車居然還在頂 好 打了一隻村民 趕快解一下衝車 正上方的騎士還在對打 斯拉夫人點下了重量長槍兵 開始要來反擊一下 這個騎士數量真的太多了 他應該覺得Hera的 肉量總那麼多可以出那麼多騎士 明明我是斯拉夫人 騎士數量應該是我優勢才對 怎麼他的騎士也是 永遠不絕的爆出來呢 我也很大門 為什麼Hera的經濟一直都是這麼好 106村對上125村 丹尼爾這邊村民宿還是領先的 這邊招翔 有機會招翔成功啊 有 騎士趕快上去頂一下位置 上高地反擊 這隻騎士吸引到了4隻騎士拉走 這邊騎士直接扛回去 那Hera這邊騎士還有一個問題喔 沒有點下2攻啊 斯拉夫這邊有2攻的傷害 但是卻好像有點打不贏Hera的騎兵 夠怪的 二人世界冠軍的稱號加乘騎士傷害喔 好奇怪喔 Hera的騎士怎麼這麼強 好 丹尼爾這邊蓋到城堡之後 轉出了貴族鐵騎 有貴族鐵騎的話 打喬治亞人的騎士 就會好打一點 但是後方的僧侶問題 還沒有解決 僧侶現在雖然越來越多 來到了9隻 可能一直著想的關係 丹尼爾開始有點 沒有辦法 扛回去了 喔這裡想要補一根城堡 欸結果好像城堡被砍掉嗎 我們來回放一下 還是他自己取消的呢 感覺上是自己取消的 好這根城堡喔 敲一下OK取消 取消之後往後蓋 對 敲之後往後蓋 那就沒問題 好那Hera這邊見到自己有騎士的數量壓制 還有生女的壓制裡 直接往前蓋一根城堡 想要直接把這裡的城堡中心 跟鏟人全部控制住 好這邊可以連環插 直接升插進去 左邊戰寶兵 還是很多 這邊貴族鐵犀 數量開始多了起來 但家裡這裡防守還是有點空虛喔 其實可能還是要趕快拉回家裡做防守比較好 死阿富人臭命術並沒有下降太多 還有是140吋的優勢 臭命術還是優於Hera的臭命術 右邊普雷跟城堡 安妮拉這邊想要進攻 Hera這邊有看到嗎 這個射箭場要被騎士砍掉了嗎 騎士上前抓到了戰毛兵 戰毛兵損失數量很多 哇全部送光 戰毛兵 好當然Hera這邊騎士有點少喔 死阿富人這時候要趕快去抓生女嗎 但好像不敢上去抓 可能一抓自己全部被招強掉 好選擇拉走 好這時候丹尼爾點下帝王時代 Hera這邊還在持續暴兵當中 好左邊騎士壓制回去 還在抓Hera 哈哈哈哈 這些騎士真是架子連城 已經擊殺14隻的村民了 好後面的勝率還在追 好這裡撞到了野外城堡 敲賽亞這邊野外堡 有點麻煩喔 稍微微一下 哇就有個被溜了出去 好斯拉夫這邊的貴族鐵騎 夏拉走 哇這兩隻貴族鐵騎果然被串燒死了 哎呀 好現在來敲賽亞除了莫娜斯帕 莫娜斯帕是由小貴族鐵騎支撐喔 現在防禦很高 價格比較便宜 每10隻的莫娜斯帕或騎士喔 都可以增加一點的莫娜斯帕的傷害 所以我會把莫娜斯帕稱為這個暴船騎士喔 輸量越多 這個傷害就越高 這邊騎士拉毀 這邊騎士拉毀 這邊城堡 哎唷 還是做到很多事喔 哇這邊壓制慘人 還是很有感 左邊有一根城堡 這有伐木弓 還是要去抓一下嗎 分個兩隊 上下進攻 那Hera家裡也是有一些新騎兵在騷擾 這邊這個洞還是沒有圍起來 新騎兵開始抓野外的法木弓弓了 兩邊都在互相騷擾 但丹尼爾這邊村民數好像下降得更快 這邊莫娜斯帕的村民 有點沒有辦法躲掉 這裡村民太多了 跳架這邊撿下了步兵鎧甲 還有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帝王斯帕還有38秒 貴族鐵騎現在數量還沒有到非常多 只有18隻 而且都在家裡防守 目前暫時沒有太大的動向 這邊稍微開始用莫娜斯帕擋住了 這根城堡終於拆除掉了 右邊巨型頭司機三台 左邊這裡一波大打鬥 看一下貴族鐵騎能不能衝鋒一波成功 這邊HERA的生侶要招搶非常多的貴族鐵騎了 哇這一波好虧 丹尼爾慢慢被打了回去 當然丹尼爾打的是150村戰術 經濟非常的優秀 現在要扛住喬斯亞的進攻 應該還可以再測一些時間 要怎麼反制回去 就要看丹尼爾這邊進攻的造化了 那斯拉夫人進攻會比較適合用巨型頭司機跟大衝車 作為進攻手段 那大衝車的優點呢 可以吸引前排的火力傷害 那巨型頭司機的話是比較適合打陣地戰 那斯拉夫人打陣地戰的話 可能要搭配奴炮或頭司車會更好 所以現在斯拉夫人要反擊回去 還需要一點經濟 才有可能成立起來 不然就是用大衝車跟他OE一波 如果Hera不理大衝車 那衝車就可以一直輸出 如果Hera裡大衝車 丹尼爾的貴族鐵系 就可以趕快進攻莫娜斯塔 剷除阻力部隊 喬斯亞這邊進攻方式也是跟斯拉夫人很像 這邊篩除 有 好洛瑪開始騷擾了 要打資源交換嗎 斯拉夫人點下了銀罐技術 羅斯堡壘 好招翔 好 招翔 好 招完了 這裡加起來貴族鐵系 好 這個巨型投資機 槍兵 轉出了槍兵了 小斯亞突然覺得 經濟有點快攻不上 轉槍兵防守比較好 但如果打槍兵的話 斯拉夫人更有優勢喔 王家四重已經補下了 打槍兵是斯拉夫人最想見到的結果 你打槍兵我也打槍兵 那我一定是有優勢的 好 貴族 王家四重 破上傷害的效果 很不錯 但這邊低打高 能夠反擊回去嗎 歐娜斯塔直接突破了槍兵的防守陣線 這邊衝鋒打得非常漂亮 抓掉了兩台巨型投資機 應該是綽綽由於第三台有機會吧 正面的貴族鐵騎 已經完全衝到了黑拉家裡 剩下王家四重槍兵 最後還是勉強打 打輸了 黑拉是勉強打贏 槍兵只剩下一些些 後面補了兩根城堡 防守家裡的農田狀況 這邊貴族鐵騎 王家裡衝有用喔 黑拉村民術只剩下100村 丹尼爾這邊還有152村 經濟消耗來說 他是還有餘力的 小子亞打起來的話 可能還是要轉一些火槍 去反制一下王家四重的槍兵 不然這個槍兵互打 越打越虧喔 這邊衝鋒繼續補 丹尼爾這邊進攻沒有停滯 但兩邊巨型投資機都在進攻當中 大龍馬到後面抓一下生鋁 一隻 兩隻 第三隻有機會嗎 沒有 這邊的王家四重已經突破了 這裡要繼續衝阿 還是先戳掉莫娜斯帕 這邊高打滴 瞬間解掉槍兵 這邊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這根城堡能夠修理的回來嗎 斯拉夫人這邊修理城堡 需要花木頭跟石頭 所以修理起來會比較便宜一點點 可以打持久戰 至於一頭實機被解掉 後面火槍開始出來了 好 這邊繼續多線 HERA開始有點經濟跟不上關係 所以兵力開始變少 而且又要補村民了 這邊丹尼爾應該是有機會一局拿下HERA 看看HERA能不能緩擊回去呢 當然HERA這邊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丹尼爾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斯拉夫人沒有想到 最後使用150分戰術 繼續經濟打擊 順利拿下HERA 這邊多線打得十分漂亮 讓HERA被迫在家裡補下這麼多城堡防守 當然一轉完這邊防守之後 雖然丹尼爾就往左面開始進攻 正面的部分也開始虧不成軍 順利拿下比賽的勝利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有斯拉夫人拿到資源 快要2萬的資源勝利 150吋戰術還是比較適合打大後期 軍事方面拿到1.09KD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個讚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順利拿到品牌 後期待會 了麻將